在之前的欧挂比赛大胜热策之后,不少巴萨球迷都期待球队能够终结季下连续不声的尴尬记录。 不过很遗憾,巴萨最终再次让球迷失望,在客场与瓦伦西亚的比赛中,未免冠军最终以1比1暂停对手,加上本场比赛,他们已经连续赴伦西亚比赛不胜。 在本场比赛中,巴萨除了梅西在上半场,靠超强的个人能力打进一球之外,就再也没能攻破对手的大门,从比赛中可以看出,无论苏亚雷斯还是库地尼奥,他们都不在最佳状态。 当球队进攻迷迷时,原本巴萨维尔底应早早就做出调整改善球队的进攻质量,可惜巴萨主帅却直到第82分钟左右,才做出个让登贝来上场的决定。 等到登贝来上场时,比赛已经进行到第84分钟,就剩下这点时间给登贝来热身都不够,这也难怪他上场之后没有什么表现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本场比赛中,巴尔维德只使用了两个换人名额,要知道,在踢股席上还坐着慕尼尔正名前锋,可惜巴尔维德宁愿守着一场平局,也不敢放手一搏,很显然他只想要拿一分,而巴萨最终也如他所愿获得一场平局。 遗憾的是,由于赛维利亚本轮比赛,在塞尔塔身上拿到了三分,巴萨也正式丢掉了榜首的位置。 自从支教球队之后,巴尔维德就因为临场应变能力,太差而多次遭到批评,特别是上赛季客场与罗马的欧冠淘汰赛,正是因为他的无能。 最终让巴萨被对手翻盘,想不到吃过大亏之后,他还是没能长记性,直教球队一年多以来,巴尔维德已经证明自己配不上这支球队,在本轮比赛中,他又拖球队的后腿,如果让他继续直教球队,巴萨恐怕会越来越差,一个只想着拿一分的教练,怎么有资格直教梅西呢?